家庭装修为什么会有甲醛 什么样的装修材料里甲醛含量最高 原来如此即将播出 这里是原来如此 我是盛春 我是观众联络员段义 生活中的一些司空见惯 而又难以解答的问题在这儿 为您求证 为您解答 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 保持你的好奇心天天都有精彩 我是您的联络员段义 来自北京的好桥 观众给我们来信说 他们家最近买了新房 也花了不少钱装修 这事本来让人挺高兴的 可是却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烦恼 难道是这个新房子出什么问题了 是这样的 他们家这房子 只要一在里面待着 就觉得眼睛刺疼 然后呆久了还会流眼泪 喉咙也很疼 我知道了 这肯定是甲醛的问题 他也是这么认为 所以他现在想问问 甲醛的危害到底有多大 这甲醛是从哪来的呢 这样咱们还是按老规矩 先听听观众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甲醛对人体危害有多大 针对这个问题 本期节目的调查员尚春林 首先到街头收集大家的看法 长期住在这里边 我看都对那个 都有致癌的东西 听说可以改变人的基因 能造成什么什么终身不遇之类的 能会让人得白血病吗 好像说有的严重 跟隐形的严重 怀孕的期间可能导致 妻儿变畸形啊什么的 让人记忆力和距离下降 特别对春少年有所影响 对收集到的百姓观点可以汇送为 一 甲醛可以治病 二 甲醛影响孕育 我以前只知道这甲醛对人体有害 没想到这么要命啊 你也别害怕 这仅仅是咱们观众的传说而已 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咱们现在还不能下定论 你是说有点危言耸听了 这样咱们还是听听专家怎么说 甲醛呢 它是国际卫生组织已经确认 它是一种致癌和致激情的物质 它能造成呼吸系统的这个癌变 再一个呢 对胎儿孕妇影响也比较大 甲醛是一种无色又强烈刺鼻的气体 专家介绍 当甲醛浓度在每立方米空气中 达到0.06至0.07毫克时 儿童就会发生轻微的气喘 当达到0.6毫克时 咽喉就会感到不适或者疼痛 每立方米达到30毫克时 会立即致人死亡 2004年6月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甲醛 从二类致癌物上升到一类致癌物 他们认为 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 甲醛是很多癌症的罪魁祸首 北京儿童医院曾经做过调查 在问诊的半年时间里 90%的儿童白血病混着在家中 近期都有过装修 有90%的白血病儿童 他们的家里 在近期都有过装修的记录 难道这都是甲醛员货 这个是咱们专家说的话 自然是有它的依据 你说这甲醛的危害这么大 那它到底是 你是想问这甲醛是怎么危害人体的 对吧 来上模型 来我们看看 我用这些小盐片来代表甲醛的分子 甲醛是最小的含氧有机物 它的分子结构非常的简单 有两个氢原子 一个碳原子和一个氧原子 可是这个结构越简单 它就越靠不住 这个甲醛很容易失去了氢 失去了氢之后 它就成了蛋白质的破坏 我用这两个小盐片来代表蛋白质 这个代表细胞的环境 平时蛋白质是游离在细胞环境中的 就像这样 失去了氢离子的这个甲醛剩余部分 很容易抓住蛋白质当中的安等 我现在就为大家演示 甲醛是怎么抓住蛋白质的 这不但改变了蛋白质的分子结构 而且还像手铐一样 牢牢控制住了蛋白质的四流活 就像现在这样 但是蛋白质一旦无法自由活动 它会变成什么样呢 这个蛋白质一旦是失去了活性啊 就变得跟橡胶似的 我们这人的身体当中 主要的成分就是蛋白质 很多生理功能 包括消化遗传 都是靠蛋白质的活动来参与完成的 所以说无论是侵入了这个液体的 还是气体的这个甲醛啊 都会控制我们蛋白质的活动 给我们的身体带回开 那这样的话 我们那个观众不是只能住在外面啊 这甲醛是从哪来的呢 这样 关于这个问题啊 咱们还是听听我们的观众怎么说 木地板 然后可能会有甲醛什么的 油气窝那么大 里面甲醛肯定有很多吧 胶和漆这类东西吧 我认为的是油气里面的甲醛比较多一点 我就觉得家具含甲醛最多 其实漆不是含很多 我觉得门里可能也需要也会含有甲醛吧 板材甲醛最多 对收集到的百姓观点可以汇总为 以涂料和粘合剂里有甲醛 二 板式材料里有甲醛 地板里 家具里 还有油气里 这么说所有的装饰材料里都有甲醛啊 难怪这好桥家里那么味儿 但是这个任何化学材料咱们都有一个标准 只要不超标就可以保证安全 那个标准是多少呢 比如说咱们国家规定的这个甲醛啊 空气当中每立方米不超过0.1毫克 就不会影响人的健康 那它到底是 这样咱们来看看调查的结果 为了弄清楚好桥家的气味是否是有甲醛引起的 调查员邀请了中国建筑材料检验认证中心的工作人员 携带了一台甲醛检测仪 来到好桥的家里进行现场检测 检测仪 检测结果显示 客厅里甲醛含量每立方米0.08毫克 卧室每立方米0.06毫克 卫生间每立方米0.04毫克 厨房每立方米0.18毫克 也就是说 所检的几个地方只有厨房甲醛是超标的 对这样的结论好桥女士大感意外 她家刺别的气味竟来自她从未怀疑过的厨房 那么厨房里为什么会有甲醛这些甲醛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为了帮助好桥找到原因 调查员决定把她家部分装修材料带到中国建筑材料检验认证中心 由工作人员进行检测 找出含有甲醛的材料 实验开始了 工作人员把材料分别放在不同的密封舱里 首先检测是查看好桥家的装修材料是否含有甲醛 这种检测是把装修材料放在密封舱里 让它们挥发7天以上的时间 然后把里面的气体抽入到水中进行过滤 因为水能截流甲醛分子 就可以拿这些水进行检测甲醛的含量 几天后工作人员开始采样分析 经过我们检测分析 地板里面含有甲醛 大线板里面也有甲醛 这个涂料 白乳胶和这个壁纸里面都有甲醛 检测极图显示 重点的材料都含有甲醛 这么说所有的装饰材料里它都有甲醛了 你可能不知道 现在这个甲醛是应用最广泛的化学材料之一 这问题就来了呀 那既然这甲醛危害那么多 为什么大家还要用它呢 为什么要用它呢 所以这个事物得一分为二看 虽然甲醛有很多危害 但是它有很多优点 那你说说它有什么作用 这样咱们来看看资料 甲醛是现在生活中使用最广泛的化学材料之一 除了在医学上被用作消毒防腐使用外 在服装生产中 它能对布料起到防皱 改善手感 防缩 阻燃 和保持印花耐久性的作用 甲醛还是橡胶皮革 造纸 染料 制药 胶片合成式的表面活性剂 在装修材料里 因为它有防腐作用 所以可以给天然材料进行防腐 在人工合成的板材中 以它为主要材料的胶粘剂 可以提高木材的硬度 使板材不易变形 在涂料生产中 因为它有很好的凝固和稳定作用 所以它又是一个很好的辅助材料 也就是说 甲醛涉及到装修材料的防防面面 房屋装修必须用到甲醛 可是甲醛有那么多危害 就是说不装修房子最好 那也不行 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你得满足大家提高生活质量的这种需求 只要是化学材料不超标的话 就不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那这么着吧 咱们在选择材料的时候 就尽量选那个甲醛含量少的 那你说哪一种它少呢 这样咱们继续实验 第二次的检测是找出含有甲醛最高的材料 工作人员把溶液进行了对比分析 经过我们检测对比 这个壁纸跟地板里面甲醛含量相对高低 然后这个涂料跟白乳胶里面稍微高一些 最高的是这个大新版 检验结果证明 植木板还甲醛含量最低 完全在安全范围内 涂料和粘合剂先对要高 但也在安全范围内 大新版甲醛的含量 却完全超出了标准 这还真是出乎意料 为什么会出乎你的意料呢 那你想吧 一般来说不都是那油漆涂料味最大吗 我本来以为它们应该是甲醛含量最高的 这没想到是那大新版含量最高 这个咱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大新版它相比相对于别的那个检验产品 它的甲醛含量可能相对高一点 因为这是由它生产工业本身来决定的 在大新版生产过程中 它是用那个木屑加上胶粘剂压制而成的 甲醛它本身是木材中它不是来使用它的 它主要是因为在生产工业过程中 生产一种胶粘剂叫尿泉树脂 在生产尿泉树脂的时候 会用到这个甲醛和尿素来合成这个尿泉树脂 它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 又会解缩释放出甲醛 从我们目前检测的这个情况来说 一般正规企业的这个核额率还是比较高的 一些小的企业 尤其是小作坊生产的 它的产品值是不好保证 专家介绍 正规厂家生产的大新版质量是很有保证的 小作坊生产的大新版虽然在外观上看并无差别 但里面却有很大的不同 这是由于小作坊里使用的胶粘剂 大都是自己调配而成 因为甲醛便宜 使用效果好 在生产这种粘合剂时 他们会大量使用甲醛 这也就是造成生产出来的大新版 很难达到国家标准 就这样说 这个危害好瞧观众最大的 就是那大新版了 咱们看看调查的结果 那么好瞧家的甲醛是不是因为大新版造成的呢 为了确认这一点 我们再次来到他家 在这个新装修的房子里还没有多少家具 地板也是石墓的 唯一使用大新版最多的地方是他家的厨房 因为厨柜是由大新版制作而成 也就是说 甲醛很有可能来自于厨柜 经过与好瞧的交流调查员找到了原因 原来在装修房子时 他们一直都很注重材料的安全性 但是在选择橱柜时 因为附近市场的橱柜价格便宜 而且外观与大商场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就把它买回了价 然而 就是这个没有品牌的橱柜 却引发了问题 北京的好销观众以及各位经销经家伙的朋友 你们好 当您在市场上选择建材产品的时候 首先要观察其外雕 是否有正规的生产厂家 然后当你选择一些人造版 以及壁纸类产品的时候 您可以用鼻子去闻一闻 是否有一些刺鼻的味道 味道相当于小的一些产品 它的环保的性能应该好一些 同时您应该去向经销上所有医生的检查报告 其检查报告的各项指标 要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 通过以上简单的一些措施 可以保证您在家中的时候 引入室内的一些污染物相应的少一些 原来一个橱柜就能引发这么多问题 看来这家庭装修还真是一点都不能马虎大人 没错 所以在这我们也提醒电视机前要装修的观众 您在购买装修材料的时候 千万别只看它便宜 一定要种它的质量 等等 我突然想到 这好瞧观众家的甲权已经超标了 那怎么能除掉它呢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很多观众都想知道 没错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 我心里还有很多问题要问 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篇幅有限 明天我们将继续为您解答 各位观众 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 欢迎给我们来信 因为我这个观众联络员替您转达 届时由我们共同来为您回答 您会发现生活当中那点事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家庭装修最怕的就是甲权超标 那么一旦超标 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有人说用花锡 有人说用碳锡 那么这些办法是否真的可行 通过我们的实验 为您找到一个合适的办法 怎样清楚甲权最有效 原来如此 经历听收看